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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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riant 接下来我想问的是 开 E-Invoice 的时候 有有特别的限量的限量吗? 其实只要你是一间公司 当你开始实行电子发票之后 不管那个电子发票里面的数额的大小 你还是必须要开电子发票 除了如果是 B2C 的话 你就可以开普通的收据 之后再做一个 Consolidated 综合电子发票 明白 如果今天我的客户 没有向我索取 E-Invoice 那么他有一天突然来找我说 我要求 E-Invoice 那我还可以开给他吗? 这个就是当你是做 B2C 就是对我们的消费者的生意的时候 这个就很可能会发生 当他来购买的时候 他说他不需要电子发票 例如他在1月3号来不需要电子发票 可是在同一个月份里面 他是有权利再回来向你要求那个电子发票 而你必须要能给到他 这个是他的权利 明白 其实 Brian想跟你再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会问这样的问题呢? 是因为当在Tex的角度来讲 如果今天我向你购买了一些产品 我需要Claim Under公司 我的Documentation 没有Fulfill E-Invoice的requirement 的话 其实公司是没有办法 达到控税的效果的 所以这个问题才会产生 所以帮公司购买任何的物品 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向对方要求E-Invoice 对 Wesmart Consulting With You Always 请不吝点一下